很多人在外面租房子 但是你有看過這種叫做假套房 真雅房的嗎 其實這是房東他把房間裡面 自行就隔出了一個衛浴空間 藉此是可以提高這個月租金到兩三千塊 可是這通常都沒有通風的設置 而且這隔間不夠密合 恐怕是會讓整個房間濕氣非常重 還很容易發霉 甚至這是有房東他只用一片門簾 竟然就當作房間跟浴室的區隔 小套房裡附設電視冰箱 還有對外窗 但裡頭的浴室卻只是用一片門簾給拉上 聯盟頭還正對著門口 只做了薄薄一片防水板 洗澡時恐怕也將把房間地板弄濕 而這間套房還要月租七千五百元 有網友就笑稱 邊洗澡邊吹冷氣是我的夢想 監獄片也是這種開放式 甚至建議馬桶跟聯盟頭的方向 可以換個位子 在雅房裡面隔出一個獨立的衛浴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用套房的租金來出租 那隔成套房之後你每個月的租金 起碼多了兩三千塊以上 那投報率就增加很多 其實它是真雅房假套房 像這類型的出租房其實並不少見 還有的房東在比較大的房間內 使用乾濕分離的透明隔本 直接在房間一角隔出透明的衛浴空間 不到一瓶塞了馬桶跟洗臉台 甚至上方沒跟天花板密合 即便水沒溅到房間內 水氣還是會從天花板飄出 像套房類型的出租房可得注意浴室 是否有做通風裝置 否則將導致房間內石器加重 不僅浴室容易長霉本 房間內氣味也不好聞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是因為租金市場真的太火熱了 那套房供不應求 所以有些房東他原本這個雅房出租 他覺得想要把租金拉高 房東為了將租金拉高 往往會以套房型態出租 儘管租客多了便利與隱密性 但居住品質恐怕也得考量 東三南京新聞 楊昭謝偉宜 台北報導